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今天是大年初一,给所有的网友拜年,祝大家万事如意,全家安康,心想事成,幸福平安。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春节晚会的话题啊,春晚。 那么春晚呢,咱们先说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拒绝啊,不愿意看,拒绝看,不想看。 大概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本身不好看啊,本身就很难看不好看啊,再有一个的原因呢,其实是每个人有一种心底的一种反抗精神,他拒绝接受你强行灌输给我的这种情绪感染,我拒绝呼应,拒绝和你共情,我拒绝接受你给我的潜移墨花的洗脑,所以很多人心里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抗拒春晚啊,你在推特上, 微博微信上面,我看很多人啊,今天是不看春晚,你怎么看春晚,看那干啥,不看,非常抗拒,非常,其实就是一种回归自我,感受春节的一种自我的这种情绪,我不愿意停留在你给我打造的这种全民欢庆的这种,这种大一统的情绪里面,我不接受啊,我自己过我的春节,我过我的日子,我感受我自己的情绪,是这么个内心想法,大致是这样啊。 那么咱们来聊聊春节晚会啊,也可以聊聊,因为呢,这个春节晚会呢,现在正好是40周年了,40年啊,第一届呢,1983年,到现在呢,2023年,整整40年,也可以聊聊啊,毕竟也是一个整年头了嘛。 那么这个春晚第一届呢,是1983年,呃,有兴趣的网友,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1983年春晚,啊,就第一届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其实第一届春晚呢,还值得看,那因为我到现在,我都觉得第一届春晚,是人啊,在干一个联欢会的事儿,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非常简单,纯粹的,大家坐在一块儿热的闹闹的过个节, 嘻嘻嘻哈哈乐乐呵呵,你也别弄得那么紧张严肃,别给我们搞得那么累,轻轻松松的,非常这个人性化的,非常人性化的一台晚会啊,当时,包括就是,你现在去看他采访的那黄一鹤,那当时那总导演,当时呢,他就觉得就是搞一个联合会嘛,也没什么其他的想法,就这么办呗。 然后什么主持人也不叫主持人,那时候叫爆幕啊,就是谁来爆幕,下一个节目啊,江坤啊,李古一啊,王景瑜啊,还有个谁,我忘了,马记啊,就这么几个人,哪个破纸啊,下一个节目谁,哪个同志啊,哪个同志啊,当时还叫同志呢,李古一同志给大家什么什么什么,下一个节目怎么,这个串场也不对,前后也没个什么呼应的词,然后人呢,也晃来晃去,那镜头也抓不住人,然后镜头里还总有人走来走去, 然后着装呢,也没有统一配套,江坤就穿个那个那个毛衣,那个衬衣就出来了,各桌坐的也松松垮垮,就很随意,然后呢,居然还在演播厅里抽烟,那个马记有个小品,宇宙牌香烟啊,在这这叼,抽着烟,把那个相声说了,非常的亲切,接地气啊,人,当时的中国人的普通的民间,大家一起过春节凑在一块,也就是这么简单,这么个,这么个意思,当时误误, 物质也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也没有说能买到很多人还买不了新衣服,也就那种普通条件,但是非常接地气,展示了那个年代中国人过春节的真实面貌 那么从83年这个春晚引起大家关注之后,后来慢慢中共发现,政府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洗脑阵地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平台啊,这是一个宣传阵地啊 这咱们必须得利用好,咱们的管理好,这必须得,咱们政府得抓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啊,这是属于价值观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工程的事件,必须得抓起来 所以慢慢的,政府参与的越来越多,这事就越来越变味儿了啊 83年,我还是在我爷爷奶奶家,我还真的,我爷爷那儿有个小电视啊,小黑白的,特别小啊,比现在我这手机屏幕大一点,那么小 然后就拿个小板凳看看啊,有点印象,看过那么一个东西 那83年我才五岁啊,印象不多,但是是有印象看过那么东西啊,然后是8485慢慢慢慢就长大,慢慢就有印象了 那么到现在40年了,你拿现在的春晚的画面和当时83年,这40年你一对比,你能看就是现在的这个节目,舞台那个绚丽灯光啊,什么主持人的服装啊,走位啊等等 非常的精准,但是你非常的豪华奢华啊,但是你在看人每一个参与春晚的表演的人 演员到观众啊,到这个这个主持人等等 每一个人都不像人,都像是一个被电脑设计好的AI机器人一样 哎呀,哎呀,这端端的情绪,哎呀,祖国繁荣昌,哎呦,我的天哪 就这个东西感觉不是一堆人在那,就好像电脑都设计好的,他该微笑啊,该谢谢,哎呀,该感动的煽情的时候 他所有的情绪都精准的精准的精装修,打造了这么一个对你感染的情绪机器在你面前呈现 所以这个东西跟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没有那种原来普通人真正的看到一个活灵活现,有喜怒哀乐的 前后可能有对不上的呀,或者上话没接下话呀 或者江坤同志,那下一个节目谁啊,我看看,哎呀,一会儿该敲钟了啊,还有啊,咱们马上进入新年了 看着手表呢,江坤当时倒计时,那就是正常的那么一个人的反应 那现在好家伙,都设计成啥样的,连情绪都给你精装修 完全变味儿了,完全变味儿了 那么来说说今年的春晚呢,我看到几点吧 首先说呢,也有跟疫情有关的元素啊 原来传说没有,那么我看了看呢 反正春晚开始之前,就已经疫情的符号带出来了 就是那个李古一 因为当时呢,说李古一不会再出来唱这个南望今宵 李古一是83年春晚第一届,他自己就唱了九首歌 当时呢,就有他,那现在40年了 本来应该把这个符号画的人物,老艺术家 请出来再露露面 但是因为李古一说,我自己阳了 我现在还在康复当中,我有很多症状 所以我不能参加这个春晚了,我也很遗憾 他在他社交媒体上也说了,央视的主持人也说 他阳康,就是阳了,但是还没完全好 那么李古一呢,也算是一个老人了 李古一我小的时候见过他,我们家也有人见过他 就是以前的一些关系吧,见过他 李古一呢,是原来湖南花谷戏团的 然后呢,他是萧锦光的儿媳 萧锦光是海军上将,也算是红二代了 也是很有很有影响力的,在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军事家吧 也是他们家族,海军司令员应该是我记得啊,小警罗 所以呢,这个李古一也是红二代的这个家庭儿媳吧 那么他这次没出来,但是呢,他本人没出现 但是他已经把这个疫情的符号带到了春晚上来 另外呢,我仔细的看了看呢 大致我找了找跟疫情有关的环节 也就是在一分钟,就用了一分钟时间 其实央视干这件事呢,我相信他也是得到政治任务 有领导给他任务,这疫情不能不提,你还得提一句 我原来以为呢,他会丧事喜办的这个老套路 比如说呢,派那些医护人员呢,忙在忙活啊 忙活着这个急救啊,在那救死扶伤啊,白衣天使啊 他来个这个节目,是歌颂啊,是朗颂啊,是歌舞啊,是怎么着 还要来一个,哎,没有,完全没体现 就是在疫情跟疫情跟医院有关的这些画面 完全不体现,不提不说 其实这个也是,呃,政府啊,中宣部 要谨慎的回避跟疫情有关的符号 要把疫情呢,带出来 但是呢,又不能让大家代入感太多 你不要去反思再去怎么样了 简单一删情,就赶紧唱一首歌这事儿,就赶快把它混过去 其实这个疫情这件事儿,才是整个2022年中国人内心当中的伤痛 才是裂痕,但是他呢,就不愿意提 当然很多人也骂,说这个搞春晚是在分头蹦跌啊,有这种说法 那么,你看他这两个主持人这一分钟的,就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啊 他的串词就是说,三年前我们在这儿,这个慰问医护人员什么的 然后现在说了 而且呢,那个主持人那小伙呢,叫什么提那个啊 他说了,其实用了一种老百姓洗脑的话给大家洗脑 他说,什么这个疫情怎样了,遇到什么困难 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世事难成,世事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那个意思,这不就是命吗 用老百姓的话给老百姓洗脑 哎呀,有的时候老百姓,哎,这就是命啊,没办法,这就是命啊 他总觉得这就是命啊,我自己倒霉,那没办法,我遇上了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给老百姓洗脑 然后呢,马上就推一首歌就出来了 然后是小柯写的啊,马上就会好的 这个小柯呢,这首歌啊,我估计也就在三天,四天 最多给他三四天时间,就让他把这歌成型,编曲,推出来 他很有可能是紧急接到的任务,拍了这首歌 小柯呢,我看过他在抖音上的一些自己的记录 他经常弹这个琴呢,就哼个歌,我今天又写了个小歌啊 对他们这些音乐人来说呢,这个歌呢,就很简单啊 就是说疫情的事儿嘛 然后这里面戴了一个口罩,不再用口罩隔开什么脸之类说了一个 就把这疫情的事儿呢,用一种很温暖的叙事呢,带过去 这事儿呢,结束了,咱们还要面对美好的明天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歌里面 所以就用了一分钟,两个主持人串死 把一年中国人,包括前三年的这个深重灾难 就这么过去了,不提了 而且今年呢,你看观众席上就不戴口罩了 不戴口罩呢,其实也就是给外界一个信号 疫情的事儿过去了,没了,不要再提了 咱们今天过一个,咱们现在是全国人民在一起欢庆过大年 咱们全国祥和欢乐的这个场景,咱们要强调这个 就是这个呢,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这个中宣部也好啊 这个想打造的这个晚会氛围,打造这种晚会气氛就在这儿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反抗,就是我拒绝接受你的叙事 我拒绝接受你灌输给我的情绪感染,我拒绝回应,我拒绝呼应 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内心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再有一个呢,你看现在来说呢,艺人上春晚 以前的艺人呢,就是通过春晚这个舞台放大你的知名度 在全国迅速出名,迅速走红 一夜之间,大江南北几亿人就认识你了 很多以前艺人通过这个捷径啊,通过春晚啪一下火起来 然后再通过以后,慢慢的到各地去变现呢 去挣钱啊,走穴啊,因为你春晚出名了 春节联合晚会上过,全国人都认识了,通过那个办法啊 那么现在,从今年来看,我发现有一个苗头 有一个现象,就很多艺人也拒绝呼应了,也拒绝参与了 也拒绝去这个帮助一起营造这个氛围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冯小刚他之前在朋友圈说的 都是搞瘟疫的,长点心吧 那句话就是,你不要跟着抬轿子了,不要再敲锣打鼓唱赞歌了 所以从今年来说,你看那些港台艺人少了很多 内地的艺人以前经常上春晚的,也走了一些啊 当然咱不是说那些人他心里有什么想法 但是我相信一批这种演艺明星啊,演艺的这些艺人 他们不再想去参与了,因为通过尤其是2022这一年啊 就给中国人的这种内心的伤害,尤其是通过疫情 政府的拙劣的表演,你现在还要在这搞一个坟头蹦离式的事情 很多人就拒绝参与了,我拒绝跟着一块去参与这个聚会啊 我拒绝参与,所以少了很多的艺人 这艺人也开始去和央视和这种体制啊 去说白白啊,挥手了,我不参与了 那么央视呢,这个春晚呢 一般来说像他这种工程呢 基本上通过节目垄断,节目垄断呢 就是内容啊,台词的审核呀 然后完成他所要达到的洗脑的输出的这种意识形态 这是节目垄断 再有一个呢,通过情绪垄断 就是很多人很抗拒的 就是,哎呀,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伟大的党,哎呀,端着的架子 很多人很讨厌,看着就想吐 所以呢,我拒绝接受你这种情绪 我也拒绝呼应 而且呢,你像这个春晚呢 基本上现在就是,他整个的情绪啊 就是打造的民间的什么小的家庭矛盾啊 什么什么,每年反正都得出来一个这个这个怕老婆的气管而言 每年都出来一个气管而言 民间的小情小调啊,小夫妻吵架呀,半嘴呀,小误会呀 最近最后那个大团圆呢,基本上都这套路啊 你让我现在去,春晚说让我去当导演 我也能干啊,我把前前几届的那天 就是你不是要做成这样吗 我也能给你弄成这样,没问题啊 因为我没没,我没干过也没问题 我都能干,我也都能,冯小刚 大导演吧,冯小刚有水平吧 冯小刚是导演过春晚的 冯小刚导演那届春晚,明显就是政治任务 他自己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原来有个领导 我欠人家情,欠人家个人情吧 人家就说,你得担任这个工作 让他当了一回春晚总导演 他导演过一届,但是那届春晚没有任何心意 没有任何眼前一亮的东西,没有啊 而且你都记不住他,他拍过这个春,导过这春晚 他就是去完成任务的,而且冯小刚的特点 我估计,肯定是,领导您说,这个行行,这去砍了 您这节目,这不要了,行行行,那您说这个,可以可以 他绝对当着这也点头那也同意 反正你领导让我办的呗 反正你说这个不行,那不行 我就按你方法来 他就不能拿出他的锐气,拿出他的想法呢 毕竟央视那大体制,你在里头不就是 你去一下就给你个脸了,让你来 你还以为央视那些人他能调动得了 那就是到那去混一混就完了,把这个差事混完了 完成任务就完事了,还个人情而已 对他来说,那么这个是这种情绪的垄断 那么最近这今年的这个春晚呢,我也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央视没有钱了,这个事业单位啊,央视应该不应该算政府部门啊 他现在全名叫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播款也被砍了,那他们也可能减少播款了 因为你看他今年春晚多少广告,夹杂着多少私货 甚至理于这些演员在那个小品的台词里,都得把这个卖酒的广告 那个那叫什么玩儿,那女明星演的那个小品 还得把那舍得那个酒带出来,他得舍我得得,说了几句 也得把这个酒带出来,得带酒,得卖货 那看来央视真的是缺钱了,这就说明这财政紧张,连央视的钱都不够了 玩命上广告,玩命的这个植物广告,玩命的往里贴 所以这些东西他也得通过这事儿挣钱啊,不挣钱也不行啊 而且我相信这些上广告的这些企业,广告费也很有可能很低 因为这些企业它的利润也不是特别高,我相信广告费也很低,不像以前了 以前说春晚多少秒,广告多少钱上亿,然后开始之前的哪个广告上亿 我相信现在绝对不是那行情了,肯定很低了 因为他企业效益也不行了,他哪有那么多钱去投广告去啊 那么现在的春晚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歌在那儿,大家听听动静啊 推杯换展呢,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叔叔大爷爷奶奶一块儿喝酒啊 你起码得有点动静啊,儿子过来可能看看听歌的啊 老人过来看看唱戏的啊,中年人过来看看这小品好玩不好玩啊 也就这样,开在那儿,有个响动而已 不会再有其他的用处 那么自己春节活动比较丰富的人,那就不看春晚 就很拒绝,很排斥了 你先觉得,哎呀,每年春晚好像还有个梗 有几句,有几个金句啊 或者一些好听的歌,可能这一年都会活得了不得啊 但是现在整反过来,现在都是民间活起来之后 回到春晚,春晚强行给他们收编过来 你必须在这给我露个面,这是政治任务啊 你看现在上春晚这些,其实很多都是流量明星 他完全可以不去,但是你不去,你不向这个权力低头 那就不行啊,我找你了,给你面子了,你不来 如果说你的这个理由不够充分的话,那可能真的会得罪央视啊 得罪央视就得罪中心安部啊,那他们那里头哪个领导给你穿个小鞋 你以后的电影还想上吗,你以后的综艺还想上吗 所以这个谁,陈佩斯,陈佩斯不就是什么,得罪过央视 结果后来现在彻底跟央视这个决裂了,那就没法再干了啊 那么咱说这么多吧,也就是说说春晚这个东西呢 确实伴随着很多人过春节的一个回忆 现在呢,我觉得呢,很多人也都看得明白 你现在这个春晚到底是个啥意思 舞台足够炫目,节目足够枯燥 台词足够苍白无聊,演员也足够的被电脑化了 也被这个情绪设计化了啊,就没有任何 就是人味吧,人味年味越来越少了 还不如带着孩子到农村啊,买点这个烟花爆竹啊 冰了帮了,放放泡啊,放放花啊,带着一家人过得热闹 你在那手上他有啥可看的 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祝大家新春愉快 给大家再次拜年,请大家点赞订阅,谢谢